我们继续谈谈alcohol的反应 上一条片我们谈完的substitution reaction 接下来我们谈论另一类reaction 就是dehydration reaction dehydration即是脱水 以前也有学过类似的 例如举例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Pentahydrate Kappa 2 Sulfi 如果将它加热的时候 它会变成Anhydrate Kappa 2 Sulfi 然后水流出水 以前学习是蓝色 转为白色 以前说dehydration的时候 很喜欢用这个例子 水就会脱出 但在alcohol的dehydration 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本身来说 大家都知道alcohol 例如在这里 它不会有水 即是水系统 没有的 它只是有些 Hydrogen Atom 和Oxygen Atom 好像这里 所以它现在做dehydration 做法是怎样呢 在这里写着 这里是另一款 就是开苔无水 这里是remove of hydrogen atom and oxygen atom from the substrate substrate 即是alcohol 即被人用来做反应的东西 substrate in the ratio of 2 to 1 to form water 即是在molecule上高 拿一些hydrogen atom 和Oxygen 出来 拿的时候不是乱拿 按2比1的比例 拿出来 即是每两个hydrogen 一个Oxygen atom 拿出来 拿了之后 还要把它夹起 变成水 H2O 好像这里 当然 这里有个规矩 不是随便拿 哪个位置的H 或者O 不是的 我们首先要看着 这里的 OH group Hydroxy group 这里一定是清除出来的 由这个carbon atom 拆了CO bond 拆了这个OH 然后拿去隔离 刚刚隔离的 carbon atom 里面的H 当然 隔离有很多 carbon atom 都有H 你可以隔离在这里 或者隔离在这里 如果这里有carbon 也可以 我们稍后会讨论 这个问题 但问题 现在最简单的情况 就是 拿这个 这个真的在隔离 Hydrogen atom 这里写着 Hydrogen atom 就是这个 即是 它 定了 OH 这个一定 没得咬 然后 拿隔离 H 拿出来 之后 拆了CH bond 和CO bond 这边 变成水 然后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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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在中间 这个位置 拆 bond 还是拆这两个位置 double bond 应该在它们中间 即是它们夹住了 这里 变成 double bond 这样 我们做alco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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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规则 这里 要有什么条件 这里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就是 dehydrating agent 用什么 dehydrating agent 通常来说 我们会用 concentrated 这边 以前都学过 它可以脱水 或者这里 有个 p4O10 p4O10 大家很少 看到有人用 因为 它是一个很强的 非常强的 dehydrating agent 碰到水 它会吸收得很厉害 其实 这种东西 p4O10 如果它遇到水 它会出了 H3PO4 4 4 3 12 6 H3PO4 它碰到水 反应很劇 好像烧炮 这样 不用加热 碰到水 就马上变成 H3PO4 这些 其实这里可以用 通常我们不会弄到 这些 p4O10 这些白色粉 我们很少用 因为碰到手都不碰 真的很危险 我们多数用这种 就够了 在这里做的时候 还要加热 加热的时候 加到多少度 就看你 alcohol的 材料是哪一种 有少少 出入 可以查回 data book 在这里 这些白色粉 除了 dehydrating agent 之外 还可以另一个用途 去做catalyst catalyst 我们就不会教大家 mechanism 所以 我们就不讲 如何做catalyst 因为 一讲到catalyst 的时候 要知道 mechanism 既然DSE 不考 无论说太多 总之 考试写到 dehydrating agent 都够用的 好了 这里 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里 只是 general case 我们来看看 specific example 例如 我们去找Ephenol Ephenol 如果做dehydration 当然 这里抽了 H2O 后 这里变回Ephen 这个其实是 paporation of Ephen 大家都要留意 Ephen 这个是gas OK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 凡是 产品不同的 physical state 你的 experimental setup 有些不同 如何做法 当然要 量身定造 我们看看 这里 我们做过 rexion condition concentrated sophoreic acid 我们习惯上 是用Excess 即是说 你过量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concentrated sophoreic acid 你吸气了之后 dehydrating power 是 一路减弱的 它不会 保持 dehydrating power 因为这里 一产生水的时候 它就会 大量 越做越差 所以我们 习惯 多一点 稳妥一点 就算这里 吸气了 dehydrating power 也不会跌得太厉害 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 要加热 你不加热 做不到的 这些就会有 这样的情况 还有 还想提醒大家 我未见过公开市民 这个 有些地方要留意 它是有些 side reaction 即是 同学对于 organic reaction 不是很熟悉 有些其他 副的 reaction 我不想它发生 但它一定会发生 例如 举例 就是这个 我画得清楚一点 我这样画 有些什么side reaction 如果这样 都是这个 region 我不设太多 总之你知道就可以了 它会有 dehydration 可以这样做 dehydration 这种 我给大家一些 有些 有些 dehydration 它不一定是这样做 dehydration 这种dehydration 我可以多说一些 这些是 intra molecular dehydration dehydration 在同一个 in-tra 在一个 molecule 搞定 而 上次我说的 side reaction 是 因为 你混合 这些 in-tra in-tra 就是 这样 这边 用H 然后这边 用H 这种 dehydration 当然 大家可以看得出 名字 也有些不同 这个 叫做 intra molecular dehydration 它 dehydration 然后 O 和C 像这里 这些 就出了 Eda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 有个CC Double Ethin 有些 side reaction 以免 就会 减少了 不是我们预期 那么高 所以 不是100% 一定要 好了 我们就介绍一下 主要看回这个 先当做这个 我们这里有个 设置 这个 我们不一定要用 quick feed apparatus 不一定要每次用 如果有些普通的仪器 適合使用 就像这些 都可以 因为 reaction 容易做到 dehydration 这里 可以看到 纯粹用一个 1 bottom 这里 将 Evanol Concentrator 放在这里 然后 等一下 要加热 加热 也有些特别的地方 留意一下 这里用过什么 这个是 one bottom fast 圆底屏 圆底屏 当然 有些fast 不是这样的 有些fast 是 这样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 这个 你看到我画的 这个 其实是 Fat bottom fast 平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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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fast 都可以塞住 但问题是 通常 如果需要加热 像这里 如果需要加热 我们不会用这种 这种 你可以看 这个 纯粹 放在这里 不需要 热 如果 热 不要拿这个 拿这个 因为 如果 要加热 其实 很重要 一件事 就是 底屏 水位 会高些 如果加水 就加任何力 这些 对流 会做得好些 这样 如果 平底屏 这样 平底屏 对流 经常消极 做得不好 消极 在这个地方 中间位置 多些 效果比较差 所以 我们用圆底 圆底 当然有缺点 就会 滑来滑去 不过 可以 好了 这些 热气 可以有这样的地方 值得考虑 接着 antibumping 当然要下 你一直加热 因为 这里容易做到反应 所以 我们都不用 reverse 加热 不用太热 因为 这种气体 大家都知道 boiling point 几多度 boiling point 摄氏 78度 加热 不要加到这么热 因为 加热的时候 连这些 都走出来 不太理想 水100度 总之 加热的时候 暖暖 一定要低 过78度 这样 那些 efin 一弄到 之后 它就会 蒸发 走出来 经过这条管 我们收集 它就很容易 这个efin 这些 organic compound 不溶在水 insoluble in water 你便 用回 despacement of water 可以收集 就可以了 小心点 加热的时候 小心 不要 sucking back 因为 准备冻水 走到这边 就会有危险性 那我们 要注意 这个装置 可以简单 收集到 efin efin 收集后 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上次教过 如何测试 你可以找 boumin liquid 不是boumin solution 测试 看看 有没有 橙色转模式 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在后面 我们再讲 少少少 dehydration dehydration 刚才我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 我把几个情况寫出来 拿到几个虾转出来 刚才我用了一个 efinol pilmini 我这里 选一个 secondary alco 让大家看 这个secondary alco 我们学习两样 第一样 它的dehydration 这个secondary alco 如果你做dehydration 这里 我把H 全部寫出来 因为它简单 不寫太多 我们做dehydration 这里的OH 一定会脱出 断开 co-bond 然后 它在这里 这些H 要小心点 一定要是隔壁的 carbon atom 这里隔壁的 carbon atom 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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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没有什么 所谓 现在 有四个H 可以考虑 一二三四 千万不要这个 这个是同一个 carbon atom 这个不是 所以 你随便 这四个 随便一个 我当作这个 这样 脱了出来 变成水 这里 放回Double Bond 就像这里 如果你说 我脱这个H 可以吗 可以 Double Bond 在这里 在这里 和在这里 其实没有分别 因为是对称的 Psycho Hatch 这里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留意一下 原来 这里 刚才我们用的 PIMANI ALCO 你看到 Russian Condition Concentrate 受负重 这个要浓 这个 用到98% 这些 不用太浓 因为 Secondary Alco 去做Dehydration 是更容易的 这里 下面 也有写 Secondary Alco 就是 比PIMANI ALCO 比PIMANI ALCO 容易的 这个 为什么 我们就不解释 我只是讲一讲的事实 原因就是 我们没有学过 MECANISM 不学过 MECANISM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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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特意 考得很厉害 以前 也很少见 他这样的问 不过 我再说 Secondary Alco 是更容易 做到 Dehydration 所以 这些 Concentrate 受负重 也不用去到98% 那些 这些 85% 温度也低一点 不是180度 165度 摄氏 便可以做到 Cercery Alco 更加容易 Dhydration 是如何 在这里 这个OH OK 鄰近的carbon atom 有多少个 是C 鄰近有这个 这个 或者这个 其实这里 有三个carbon atom 都是 Addration Carbon Atom 所以 有多少个H 可以做Dhydration 脱出来 变成OH 变成水 其实有9个 1 2 3 6 7 8 9 9个 随便一个 都可以做Dhydration 没有分别 因为整个monicol很对称 我当这个 这两个H 和O 脱出来 变成水 变成水 在两个中间的carbon atom 放回Dubble Bond 这个位 就像现在这样 这里 就是Dhydratio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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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留下一段影片再說 先到這裏